3 2 1 开始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们家实在太冷了 一般上午就是去运动 我会去健身房或者拳馆 有时候不出门就居家运动 下午的话 就是看书 看剧 看电影 找点片子看看 找点能看得进去的东西 到了半晚 我就出门扔垃圾 顺便散散步 平时我都在思考什么问题呢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就是我的胡思乱想时间 思考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明天早上吃什么 我的猫在说什么 如果我猝死了 来给我收拾的人 会不会嫌我房间乱 我为什么内心的OS这么多 我睡觉为什么喜欢保持这个姿势 给文姐未来的孩子想一些名字 以防他需要 我孩子姓何的话 何必 何苦 何止 何乐而不为 何妨营销起去行 行行流水 水到去成 成 成是不足 足之多谋 谋财害命 好 好 失眠了 我觉得是折耳根 因为它的杀伤力太大了 把其他的蔬菜都给杀死了 平时我还是会涂睫毛的 这几个就是我常有的睫毛膏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遗传 睫毛肠也不一定全是好处 睫毛肠的人通常含毛也很重 而且睫毛浓密就会显得头顶比较突 我录Vlog没有压力 因为它不是我的工作 我也没有KPI要完成 所以大家不用为我投逼 Vlog是一份赠品 可以买品 就像是饭店门口的薄荷糖 摆在那儿 人人可以自取 真的很抱歉 我比在座的各位更不知道该怎么玩 我既不爱打游戏 也不爱刷短视频 美容没讲美发我也不行 因为我坐不住 我是那种刷个牙都会满屋子溜达的人 密室剧本杀我也完全不感兴趣 尤其是剧本杀太像在加班了 游乐场的设施95%以上我都不敢玩 我受不了那种刺激 然后我专注度最高的时候 就是剪视频 还有帮朋友拍照 拍完之后修图 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加班行为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消遣 还有一种消遣方式就是散步 东看看西看看 或者去逛超市买点东西 比较大型一点的方式 就是一年旅游个一两次 哭 从小到大我一遇到困难就会哭 我妈总跟我说 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其实不管哭不哭 我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但是负面情绪会跟着眼泪一起流出来 后来我去医院体检 发现我天生就少长了一边甲状腺 单凭一边甲状腺的功能 很难消化我所有的情绪 所以容易哭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 我妈就再也不多说我什么了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 有一次我考试考杂了之后 他安慰我说 一个星期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场考试连个屁都不是 脱离了高中 人生也处处是考场 但是每一场考试 一个星期以后 甚至都不用一个星期 我就会发现 他连个屁都不是 已经出来 一个非常明显的外地人穿的 总有种在大学城的感觉 我发现韩国的情侣比国内的多 已经看到好几对情侣了 羊 他应该也不能抬头 我也会 干杯 真的冰水 暂停一下我去上个班 请醒 这边房子好密啊 你好 啊 我刚刚说这个是她的人生烦满 很多呢 咸语老师 别说 好 啊 不是 那是冬啊 很酸 这个人特别适合 比一块了 还有嚼劲 街道上面的颜色 我不考了 连我妈都已经拿到驾照了 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对别人来说很简单的事情 到了我这就变得特别困难 科目一的题每一个字我都认识 但是连在一起就记不到脑子里 然后我也很难集中注意力 我想如果我真的拿到驾照了 对我来说驾驶也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而且还要买车 养车 买车位 停车 找车位 想想就头疼 不考了 我做不了 何况我又不喜欢开车 在大家看不到我的时候 我都会有意识的储蓄能量 开启一个省电模式 当我意识到某一件事情 或者某个人对我会产生消耗的时候 我就不去做或者尽量远离 我生活里并不是一个一直处于高频状态的人 大部分时候我都很平静 甚至还会比较低频 我没有年龄焦虑 虽然我马上27岁了 但是我的心理年龄可能早就已经达到48岁了 因为年龄我知道它是不可逆的东西 如果我要为年龄焦虑的话 大概只能重新投胎了 有年龄焦虑是因为到了某一个特定的年纪 就需要做特定的事情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自己有非做不可的事情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得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比起到了某一个年纪就需要做特定的事情 我更倾向于做好自己一所能及的事 然后积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况且在古代还有很多人都活不到我们这个年纪 我最长久的一个朋友就是温小文 今年是第八年 我还没活到头 也不敢保证是不是阶段性的朋友 我跟他一年能够见两到三次 但是每天都会发微信 什么都聊 我俩都是付出性的人 在友谊里即向恋人就想到 当然我也会有那种很狗的朋友 相处方式不一样 他狗我也狗 不想把对方当狗养 但是养狗也是一种付出行为 比如梁静康 我跟他的相处方式就是以毒乱为 蹭车骗饭 整天试探人性的底线 但是每次开机或者杀青 我们两个都会给对方发一个小红包表示庆祝 这么多年一直会在这件事情上保持默契 可能朋友之间也需要一致感吧 没有 我并不会要求我最好的朋友 也把我当成他们最好的朋友 因为今天认识我之前 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朋友圈 如果我送对方礼物 我也不需要对方回礼 送礼物只是因为我想送 总的来说就是 我不需要绝对等价的情感交换 而且我交往的朋友都足够温柔善良美好 所以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 仅仅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经常会失眠 出差会失眠 开机第一天会失眠 还有大脑太兴奋会失眠 太焦虑也会失眠 我睡觉不喜欢太安静 因为如果周围太安静的话 我脑子里的声音就会很大 如果周围有一些声音 我的大脑反而会比较安静 我很喜欢在这种情况下睡着 就是我躺在沙发上睡觉 两三个朋友坐在前面看电视 一边看一边聊天 我真的很想睡那种 能把我正好卡住 自带凹槽 又能遮光的床 朋友说棺材最适合我 我身边已经找不到在谈恋爱的人 怀疑再过几年 人类就要把谈恋爱这件事情给净化掉了 我不怎么出门 也很少主动社交 我做事情三分钟热度 面对心动的人 只能为是三秒钟热度 过于短暂的心动 并不足以支撑我产生谈恋爱的欲望 对我来说谈恋爱就是一种 向外寻求情绪价值的方式 但是我们爱人 最擅长的就是向内寻求 我完全可以自己自服自娱自乐 我们遇到理想型的概率本来就奇低 方向奔赴的概率更是低中低 所以在没有遇到之前 我准备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理想型 恋爱自己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虽然很多人都说想谈恋爱 但我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想谈 而是想看别人谈 就像我有的时候说想死 并不是真的想死 而是 这些就是我的书单 我不是一个把看书当成爱好的人 看书对我来说就像在吃饱健品 并不是因为爱吃 是因为知道这东西吃了对身体好 我通过看书来了解自己 和身处的这个世界 然后在这里不做推荐了 只做一个分享 歌单的话 其实每一支Vlog里面的BGM 都是从我歌单里面挑选的 我在音乐上的口味比较古早且单一 我就不单独拉出来分享 偏单 偏单太多了 我今天想了一整天 都不知道该分享哪一部 我一大半看片的时间 都在看以前的那些偶像剧啊 就是我喜欢的片子 我会拉出来反复看 真的我好爱看以前的偶像剧 还有一些片子 是我最近看了觉得好看的 或者是我看第二遍 跟看第一遍的时候 感触会有所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些 加油 恭喜后才 新年快乐 转发 感谢观看